古装剧由暑期档的苍蓝爵和星汉灿烂 平分秋色 犯罪题材有罚罪和冰与火撑起看点 但要说今年上星的最大赢家 还得是收视保障近东主演的底线 在这部剧中 观众看到了法院人的日常 看到了律政工作中颇有烟火气的一面 当然也看到了近东依旧稳定发挥的演技 其实从题材类型来看 近东这些年所塑造的角色 都有着同质化的问题 但毋庸质疑的是 近东作为终生代理知名的男演员 不论是形象表演 还是台词方面的业务能力 都挑不出毛病 所以在底线之后 观众反而更期待近东的作品了 据悉 由近东主演的新剧《无剑》 也已经登陆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的第四季度排播片单 今年就有望和观众见面 打破同质化 近东重回谍战 观众觉得近东这两年在荧幕上的形象很相似 是因为他塑造的角色往往都是精英形象 底线中他是法院人中的精英 突围中他是绿正行业的精英 临身见路中他又是商业精英 这些剧里的近东甚至连造型都很相似 不变的西装革履 不变的三七分的发型 而观众之所以对电视剧无间充满期待 就是因为近东终于走出了现代都市剧的重重围困 重回谍战题材了 近东上一部让观众念念不忘的谍战剧 还是谍战题材的天花板《伪装者》 在这部剧中 近东饰演的大哥城府极深 即便是面对自己的家人 他也会设下警戒 从角色的魅力来看 《伪装者》里的明楼不只是荧幕上的经典 更是近东所有角色中的高光 观众的期待来源于《伪装者》的成功 以及近东对明楼一决的成功演绎 在无间的剧情里 近东演绎的陆锋 自小父母双亡 他在孤儿院长大 被当作卧底培养 在成为最高级别的特工后 他参与了不少秘密行动 但这一次次的任务 却让他意识到军统内部的黑暗 最终他坚定信仰 弃暗投明 作为军统内部的卧底 帮助我党与敌人展开较量 相比于《伪装者》中的明楼 陆锋这个角色 有着更加明显的人物湖光 关键是 除了全谋叠战之外 陆锋的个人故事线里 还有着亲情 爱情 友情的洗礼 总之 单看剧情设定 以及近东在剧中塑造的角色就知道 无间将会讲述一个 充满胆识与智慧的故事 而在预告里 近东也确实摆脱了精英的形象 让观众看到了他演技的塑造力 比如他在《沉色的特写》里 观众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在谜局中 有些迷茫的年轻人 但是在另一幕中 他则多了许多沧桑感 双手握枪 眼神坚定 显然这两个镜头展现的角色 是两种不同时期的状态 前期他还是敌人培养出来的特工 但是后期他已经意识觉醒 有了自己的信仰选择 这种层次的变化足以体现 近东演技的看点 而除了近东之外 无间的阵容丝毫不熟当年伪装者 与他搭档的女主 以及其他配角都称得上实力派 近东携素颜女神 戏骨云集收视稳转 圈内的美女众多 但是又有实力 素颜又出圈的女演员 依旧是少数 曾经靠素颜火爆全网的王立坤 就是其一 在《无间》这部剧中 他搭档近东 饰演了《花像雨》一角 虽然不知道他饰演的这个角色 会在剧中站在哪个阵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王立坤的演技 绝对撑得起谍战剧的厚度 预告中 王立坤的造型和装扮 也几乎是素颜亮相 而且造型也相当多变 为了贴合角色伪装身份的设定 王立坤拿着狙击枪的时候 是齐而短发 但是日常戏里又是温柔长发 现在回顾预告里他的表现 演技生动自然 枯息共情力极强 尤其是与男主相拥的镜头 真有几分混事虐恋的味道了 近东与素颜女神的搭档 是无间的一大看点 但是男二王志文 才是真正支撑主线的关键人物 他饰演的穆希赫 一看就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见惯了打打杀杀 对动荡的时局 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气度 而熟悉王志文的观众 其实也知道 在谍战剧的领域 他绝对称得上黄金配角 谍战剧风声中 他饰演的伪军特务处处长 手段很辣 骨子里就是狡猾的狐狸 称得上反派形象中的经典 而在2021年的爆款谍战剧 叛逆者里 他又塑造了正面角色顾慎严 看似作风散漫 游手好闲 骑士暗渡陈仓 躲在暗处搜集情报 时时刻刻都走在刀尖上 对于王志文来说 这种需要展现智力的角色 更贴合他的外形和演技 只可惜在叛逆者中的王志文 提前牺牲 演的不少剧粉潸然泪下 而这一次 他再次出演谍战题材 《无鉴》 多半会是个与主角 潺潺绵绵到最后的重要人物 同王志文一样 备受认可的演员 还有饰演闪官的张志坚 他在剧中是靳东的恩师 性格果断很辣 老谋深算 预告里他的镜头的确不多 但是仅仅一个眼神就已经让观众不寒而栗 让观众对他试验的角色多了几分防备 总之 在《无鉴》中 与靳东搭档的演员全是演技在线的实力派 他们本身就有出色的代表作 作为《无鉴》里的绿叶自然是得心应手 演得从容轻松 而这些戏骨对《无鉴》的加持 注定会给这部剧带来不俗的收视 当然《无鉴》目前还在预热的阶段 电视剧具体的上线订单日期还未官宣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无鉴》能上榜卫视第四季度的片单 也注定会是卫视今年的王牌项目 最后 也希望《无鉴》能够不负众望 既不要辜负实力派好演员的加盟 也不要让期待这部剧的观众失望 小编相信 《无鉴》还是有望成为靳东记伪装者之后 第二部谍战神作的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靳东为什么不拍《鬼吹灯》了 靳东惊觉古城受伤了是怎么回事 靳东大家都是非常熟悉和喜欢的 因为靳东在娱乐圈内被称为老干部 老戏骨 靳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影视剧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靳东有一部系列电视剧 拍了一部却不拍了 一些人说这一点也不像靳东的风格 那么靳东《鬼吹灯》为什么不继续拍了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下面带着这些疑问和小编 一起来看看吧 靳东的《鬼吹灯》没有继续拍下去 其实网上广为流传的原因 一共有三种 下面小编给大家盘点一番 第一种说法是因为靳东在拍《鬼吹灯》 《精觉古城》的时候受伤了 因为受伤所以无法拍摄续集的剧情了 大家都知道《精觉古城》这样的盗墓剧 很多的场景都是在非常艰苦的沙漠里的尽头 也有丛林底的尽头 这对演员的自身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了 所以受伤也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 第二种说法是因为靳东当时属于正午阳光的艺人 在靳东拍摄第一部《鬼吹灯》的时候 正午阳光和企鹅是有合作的 所以靳东才会出演《鬼吹灯》 后来的正午阳光和企鹅不再合作了 因为靳东又是正午阳光的艺人 所以靳东就没有后续跟进《鬼吹灯》续集的拍摄 这样的说法在很多网友看来 都是非常具有可信度和感到可惜的 毕竟靳东的演技 在《鬼吹灯》当中是非常给力的 第三种说法是 因为《鬼吹灯》这样的题材影片 只能在网播平台上播放 而上星卫视是没有资格的 所以靳东觉得这样的剧自己拍出来 不能在上星卫视上播出 是有点可惜的 所以靳东也就没有再继续参演《鬼吹灯》的续集了 至于这三种原因是哪一种导致的 靳东不再拍摄《鬼吹灯》的续集了 目前是没有定论的 你们对此是怎么看的呢